- 特別的室友應該是我 我把家裡的衣服拿過來奧帶 在淘寶中塗了個敗衣架 所以我室友也有點定不住 不過他也挺好人 第一個室友他的生活習慣和我都有點不同 然後他是習慣早上洗澡 就是晚上不會洗澡就直接睡覺 對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問我室友 他幫我打架 我室友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想下午兩點半堂 我想八點半堂 他都會叫我起床的 八點鐘的時候 但是他的鬧鐘吵醒我 我有一個很特別的室友 他是一個魔術師 每晚我回去的時候 我都看見他不斷拿著魔術的卡牌 去玩玩玩玩玩 我室友鼻韓聲很大 然後我捉一個枕頭麥醒來 然後趕出房間 我的好友好友好 去玩玩玩玩玩 可以用每天的教育之間 所以學習各個不同的教育 和其他實際的感受